这个地方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从为时的角度 我们一个人生命要改变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自己愿意改变 佛菩萨是不能帮你改变的 这个诸位要知道 你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想做 佛菩萨就帮你改变 不是 这个地方的经文是说 你很想改变 但是你有障碍 你真的是产生这样的觉悟 我一定要改变 我来生一定要成就什么 你心中有很强烈的希望 这个时候佛菩萨就现前 为你说法 改变你的思考模式 改变你的行为 结果你的因缘改变了 当然 你的希望是各式各样 佛菩萨满足你的愿 也就各式各样 所以你看 菩萨界里面提到一个观念说 一个人受菩萨界跟 不受菩萨界有什么差别 说我不受菩萨界 我也能够断恶 修善 度众圣 但这个地方有很大不同 其中一点不同 你受了菩萨界 产生这个菩提的愿望 你做事情是以愿望来做事情 你有菩提心 一者十方佛 你念长守护 三者生生处 为诸菩萨有 所以 为什么受菩萨界的人 很容易得到佛菩萨的感应加持 因为他有那种强烈的 希求无上菩提的愿望 所以我们要知道 感应道教 你的心力跟佛力 你的心力永远是主动 你一定是从心灵当中 释放一种强烈的 希求的磁场出来 佛菩萨法身的功德 才能够启动 以心力来带动佛力 或者说 以心力来感应佛力 这个地方的经文 完全是这个道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